本文来自极客公园 脱发是因为用了两年的iPhone12吗? 视力疲劳是不是因为iPhone12? iPhone12辐射超标啊 怪不得我买回来没用多久就觉得难受 上一秒 网友们还在为辅导核电站的核污水担惊受怕 没想到 现在反倒为身边的手机压力山大了 近日 在社交平台小红书上 不少用户频频发帖 抒发自己对于正在使用的iPhone12的忧虑 他们担心自己像切尔诺贝利的居民一样 遭受到了不必要的辐射 立功的又是欧洲革命老区法兰西 当地9月12日 由于SAR比锡率 人体每公斤体重从特定来源吸收的能量 旨在测试中部符合标准 法国国家无线电管理局ANFR 决定在法国市场 寄售苹果于2020年发布的iPhone12手机 消息一出 瞬间欧盟以及其他国家也纷纷跟进调查 iPhone12辐射超标因此成了全球新闻 根据Counterpoint Research统计 iPhone12系列的全球累计销量 在2021年4月时就突破了一亿不大关 对于目前正在使用iPhone12手机的用户来说 以及所有人来说 最想知道的都是iPhone12到底辐射超标了吗 如果超标了 对身体到底有没有危害 一、iPhone12辐射超标 当地时间9月12日 法国国家无线电管理局ANFR 决定在法国市场 寄售苹果于2020年发布的iPhone12型手机 作为无线电设备的市场监管机构 ANFR最近对包括苹果iPhone12在内的 141部手机进行了检测 发现在模拟将手机放在手或口袋中的条件下测量时 iPhone12超过了法国对射频波RF辐射的最大限制 手机辐射的测量方法是笔吸收率 SAR 这一笔率表示人体每公斤体重 从特定来源吸收的能量 比如 每公斤一瓦的测量值 表示一公斤体重 吸收了一瓦的能量 在测试中 在评估肢体 SAR值时 设备必须与身体接触 即手机握在手中 或放在裤兜里 在评估躯干 SAR值时 设备必须与身体保持5毫米的距离 即手机放在上衣口袋或包里 因此 它们必须符合肢体 SAR为4WKG 和躯干 SAR为2WKG的规定限制 ANFR的测量结果表明 在模拟iPhone12 被握在手中 或放在裤兜里的测试中发现 比吸收率为5.74WKG 超过了欧盟所规定的 4WKG的上限 不过 身体辐射值 仍然是符合规定的 当手机放在上衣口袋或包里时 以及当手机 直接放在头上打电话时 都通过了测试 ANFR发布公告称 苹果公司iPhone12手机的 电磁波辐射值 超出欧盟标准 并在声明中表示 在不久的将来 ANFR检查员将确保 iPhone12 从商店和网络的所有销售点 有效撤出 ANFR在法国本土 设有5个地区分布 在法国海外省设有2个分布 在这些分布中 存在大量有权进行检查的代理商 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业务 ANFR表示 在未来的15天内 苹果公司必须向ANFR提出整改措施 及远程软件更新 将SAR值降至或低于监管预值 如有必要 ANFR将要求实验室在15天内 重新评估相关手机的SAR值 如果采取纠正措施后的手机符合要求 将解除暂时退出市场的禁令 否则 ANFR将要求苹果公司 召回在法国市场上销售的所有设备 据路透社报道 一类专家表示 由于对SAR的监管限制 远低于科学家已发现危害证据的水平 因此不存在安全风险 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 Ignirb主席罗德尼 克罗夫特 Rodney Croft教授说 从健康和安全的角度来看 这并不会给任何人带来风险 克罗夫特说 法国的调查结果 可能不同于其他监管机构的记录 因为ANFR评估辐射的方法 假定设备和用户之间 没有中间纺织层 而是直接皮肤接触 二 全球围剿 苹果公司回应称 2020年推出的iPhone12 已通过多个国际机构的认证 符合全球辐射标准 公司已向法国机构提供了 多项苹果和第三方实验室结果 证明该手机符合标准 苹果公司正在对法国机构的调查结果 提出质疑 并称其已提交多项独立分析 证明这款设备符合规定 据彭博社报道 苹果建议技术支持人员 在消费者询问相关问题时 保持沉默 不要主动提供任何信息 工作人员还应拒绝顾客退货 或换货的要求 除非该手机符合 苹果公司的正常退货政策 自从法国测出 iPhone12手机电磁波辐射超标后 欧洲多国监管机构表示关切 法国的这一举措 引发欧洲进一步实施 禁令的可能性 据路透社报道 苹果公司去年在欧洲营收 约950亿美元 售出超过5000万部iPhone手机 ANFR称 iPhone12不仅在法国 而且在整个欧盟都必须合规 如果法国对这款手机 在其他成员国的合规性 有任何怀疑 它将通知其他成员国 和欧盟委员会 以便他们采取必要措施 这一所谓的保障程序 将把此事的影响力 扩大到其他成员国 除非欧盟委员会 在收到欧盟委员会 或成员国的反对意见后 另有决定 据路透社报道 法国监管机构 已于周三向欧盟成员国 发出通知 要求他们在三个月内提出意见 意大利工业部表示 正在监控事态发展 将要求苹果公司 在该国对iPhone12的软件 进行升级 英国尚未宣布任何计划 德国网络监管机构 B9C表示 可能启动类似程序 并与法国当局保持密切联系 荷兰数字监察机构 也表示正在调查此事 并将要求美国公司 做出解释 同时强调 不存在严重的安全风险 西班牙消费者组织 OCU敦促停止销售 iPhone12 葡萄牙电信监管机构 Anacom表示 正在与法国协调监测 和分析事态发展 同时 加拿大联邦创新 科学和经济发展部 ISED声明称 该部门在2月份 对iPhone12 进行了常规检查 结果显示 该款手机符合适用的 射频限制标准 不过 在法国对iPhone12的 禁令发布后 加拿大已宣布 将采取额外措施 重新确认相关产品的 合规性 美国方面 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表示 正在和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沟通处理此事 并已经针对此事 展开了调查 据报道 iPhone12 在美国的销量为 8100万台 占全球销量的近80% 此外 东亚地区的韩国 也做出了反应 当地时间9月17日 韩联社报道称 韩国科学技术 信息通讯部当天表示 已要求苹果公司 就iPhone12机型的 辐射问题提交情况报告 并进一步表示 将确保对四种 iPhone12机型 iPhone12 iPhone12 Pro iPhone12 Mini iPhone12 Pro Max 进行精密验证 如果验证结果中 辐射值超过正常标准 科学技术部会责令 苹果公司进行改正 并做出停止进口 销售iPhone12的决定 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讯部 在当天发布的新闻稿中解释说 目前在韩国市场上 销售的机型 包括iPhone12在内 都符合电子波 安全相关的国际标准 并且已通过合格评定认证 但为了消除国民不安 韩国科学技术部仍决定 根据相关法律要求 苹果公司解释相关情况 3.防辐射 手机拿原点用 在小红书 不少使用iPhone12的用户 人心惶惶 担心自己的视力疲劳 脱发 跟这款手机离不了关系 也有一些消费者 表示理性看待 还是等更进一步的调查结果 出来再说 在推特上 也有不少用户 在调侃iPhone12的辐射效果 据世界卫生组织称 迄今为止 尚未证实使用手机会 对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全球SAR限制准则 由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Bound Cancer 负责制定 该机构在2011年 将使用手机产生的射频电磁场 归类为可能致癌 可能致癌这一名称 也包括甜味剂阿斯巴甜 芦荟提取物和一些胭脂蔬菜 亦为有有限的证据表明 某些物质可能致癌 iPhone的辐射水平 可以在设置常规法律 与法规射频暴露下 找到iPhone的辐射测试水平 不过这些结果都出自 苹果公司的测试结果 而辐射量其实会因为 使用和接收情况 而有很大差异 在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中 澳大利亚沃伦冈大学教授 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主席 罗德尼 克罗夫特 Rodney Croft 也提到了这一点 手机上的辐射量 并不是被设定在某个水平上 而是一直变化的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指出 手机使用的是射频辐射 它不同于其他类型的辐射 如X射线 反复接触X射线 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表示 大量科学证据表明 暴露于使用手机产生的射频能量 与任何健康问题无关 而美国癌症协会 对此问题没有官方立场 克罗夫特说 一些专家对射频辐射的主要担忧 是它可能使人体组织温度升高 但欧洲的标准 比发生热效应的预值低10倍 就健康和安全而言 他们报告的辐射量 不足以对任何人造成任何伤害 为西西兰卫生部提供咨询的 独立电子厂顾问马丁 格莱希尔 马亭格莱特也在报道里指出 手机是在最大发射功率下进行测试的 实际上 手机的发射功率 通常只比最大发射功率低50到100倍 甚至更低 远远低于法定和基于健康的限制 格莱希尔称 过去10到15年的大部分研究 都是通过癌症登记数据进行的 他表示 即使考虑到使用手机 与脑肿瘤发病之间的延迟 这些癌症登记研究 也没有显示出使用手机的人数 与脑肿瘤发病率之间的关系 不过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家庭与社区健康中心主任 乔尔 莫斯科维茨 周莫斯科维茨 则指出 他在2020年进行的分析表明 使用手机累计通话时间超过1000小时 与肿瘤风险增加有关 但这篇论文受到了批评 因为其中包括了多种肿瘤类型 而这些肿瘤类型的成因各不相同 2018年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在一项耗资2500万美元 使用大鼠和小鼠进行的研究中发现 一些暴露在极高水平 手机辐射下的镊齿类动物 患肿瘤 DNA或组织损伤的风险较高 体重较轻 但参与研究的科学家约翰 布赫 John Booker 则表示 他无法从数据中推断出 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布赫说 雄性大鼠心脏周围神经 出现肿瘤的研究结果表明 手机辐射可能是一种弱致癌物 那么普通消费者如何在日常生活中 防范手机辐射 答案是 减少使用时间 保持距离 尽量使用耳机或扬声器模式 这样手机就不会贴着头部 以及避免在信号微弱时打电话 布赫指出 当用户在信号不好 或时有时无的地方时 手机释放的辐射会增加 回到iPhone12 作为2020年的激情 用户和潜在用户群体依然可观 面对欧盟的发难 苹果要如何化解 也算是个不小的挑战 对于目前依然在使用iPhone12的用户来说 倒也不必过于忧虑 担心引起的焦虑 可能反而比微不足道的手机辐射 对身体影响更大 对下来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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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的词 对下来的词 解决困俩 对下来的词 对下来的词 感谢